欢迎来讲到政治 我是启耀 土团出现了首个跳槽的州议员 你认为接下去的这些州属 会不会有更多的青蛙蠢蠢欲动呢 OK 所以今天呢 雪州土团的这个Rashid 这个州议员呢 就表明虽然人在土团呢 但是心里早已经向着这个团结政府了 当然他的理由也是非常的华丽啦 这样说呢 其实是他听到了苏丹 如何的称赞现在政府有效率 他觉得应该要支持现在的这个政府的稳定性 而且呢 之前这个国盟 好像伊斯兰党呢 发表了对君王不尊敬的言论 他觉得非常的不满 所以呢 才做出这个举动啦 为大义而献审啦 一如往常啦 所有要跳槽的人都会有这样子 谈到皇子的这个理由啦 但是我认为最重点的是时间点 之前六个土团的国会议员跳槽 是在修改党章之前 你可能会认为说呢 他们就是觉得哎呀 这一个党章是修不成的啦 或者是土团 根本就不会采取任何的行动 但是你看到的是 现在已经是修改了党章哦 3月2号已经过了 还是有土团的议员 愿意以身事先去做这一个举动 其实代表什么事情 也就是修改党章这样事情 对于这些要跳的这个青蛙 本身威吓力是不太足够的 我们之前一直关注的是 国会议员的动向 诶 殊不知 其实原来周议员这边呢 也有很多的这些议员呢 是想当青蛙想很久了 OK 所以之前呢 那个跳槽的那个青蛙 也是现在这个纳扣的 这个委员会主席 这个赛胡贤 他讲说呢 这个土团里面呢 有很多的议员 其实都很不满内部 包括含沙什么 或许他讲的并不完全是 这个吹嘘 或许还真的是 是有一些议员是这样子想的 所以我认为这个事情最值得关注的 就是他会不会引起下一场雪崩 毕竟国会议员 虽然我们讲说 如果他跳过去这个安华这边 这个事情我们已经是 一直在等着了嘛 但是我们万万没有想到 其实周议员 其实他们也在想着同样的事情 而你要知道 假设周议员都开始在跳的话呢 其实真的会让这个土团 触不及防的 到底现在呢 除了要顾住 他们的国会议员不要跳 还要去到各个州 叫各自的主席呢 看好自己的这个州议员 这进一步 会不会影响到 所有州的这一些 国盟里面的领袖 包括伊斯兰党跟土团里面 内部闹得更加的不合 你不要忘记呢 之前伊斯兰党就曾经 大力的抨击 比方讲深州 这个土团党 这个主席 他本身的办事不周 然后呢 没有在这个选区里面去服务 或者团结深州的这个国盟 所以因此 如果有土团的州议员开始跳 如果这个谣言开始散布开来呢 可能会让伊斯兰党的人 本身更加的忌惮这个土团 毕竟如果土团全部走完的话 那当初我分配一席给你打 有什么用呢 干脆不要给你就好嘛 所以上次的时候 你记得吗 六个州议席 可能被悬空的状况呢 伊斯兰党就讲说呢 他们准备要上阵了 其实这更多是一种不信任 就是呢 就算是给你新的人去打 就算是给你土团 赢下那个一席又怎样 你可以给我保证 你的人不会跳槽吗 这就是为什么 伊斯兰党想上阵的一部分原因 那我们回到一个课题 你知不支持团结政府 接受雪州土团的这个跳槽呢 OK 什么叫接受 什么叫不接受 我觉得很简单 一个实际行动 接受的最容易的一个指标呢 就是给他选去拨款 你不要忘记呢 除了国会议员有选去拨款 其实州议员本身 也是有选去拨款的 那你认不认同 应该要给这一个雪州的土团 州议员给他 跟执政党议员一样的 这一个拨款呢 OK 如果你觉得应该的话 你写一个333 如果你觉得不应该的话 你写一个111 我表明立场 我觉得不应该 OK 首先起因 你要知道呢 其实这一个雪州的土团议员 跳过去 其实本身对于整个雪州政局 是没有什么改变的 目前56个州议席里面呢 执政党已经拿下了34个了 OK 整个国盟这边是有22个 所以他跳不跳 其实没有太大的这个差别 而且你要知道啊 我觉得这一个雪州的议员跳 很大的原因是 其实他本身对于 他在这个政党里面 这个权力分配可能不太公平 为什么 因为他其实是雪州土团的前主席 他是因为呢 阿兹敏被拉上来过后呢 他就被踢下来 OK 他就踢下来了的 也因此 其实这样的一个人物呢 如果在一个政党里面 他没有分到好处 或者是呢 你没有满足到他 其实他很容易摇摆的 OK 这样子的人啊 因为被撤掉主席 他就跳去你那边 假设你没有给他什么样的好处 没有不还什么 很容易他就会跑掉了的 那你留这样子的人来干什么呢 OK 也因此呢 我认为在这个前提底下呢 其实留住 或者是给予这样子的一个州议员 你给他选去拨款呢 只是额外的白笔钱送给他而已 当然啊 我们意思是讲 假设你真的是希望 他当地的选民得到帮助的话 你应该给 就是给所有的人 包括反对党的这些议员 而不应该做出 他跳过来 你就给他拨款这样的事情 因为你不要忘记 你一旦这样子做呢 你就会关上 鼓励青蛙跳槽的一个这样子的名号 包括国会上其实做过的时候 大家已经在骂你了 假设在州议会 你也做出这样子的举动的话 你可能会导致更多政局的动荡 大家不一定全部都会骂国门啊 大家也会在骂这个政府 其实一直在诱惑这些议员跳槽 鼓励青蛙的这种风气 这是我自己觉得 非常非常不应该的事情 所以我自己始终是站在 一一一的立场 也就是不应该要去接受这些青蛙的 不知道你怎么想 欢迎下面留言 让我知道 我们下期见 拜拜